好 新聞頭條 我們先來看到憲法法庭 在25號判決 國會改革法案大部分都是違憲 賴森的總統立即就表示了 願意到立院來提出國情報告 但是立法院的秘書長周萬來 28號指出了立院主動邀請總統 提出國情報告的法源 已經被認定是違憲 所以只能夠等總統主動的表達 報告的意願 但是需要立院的同意 才能夠進行國情報告 不過律委仍然堅持立院 可以邀請賴總統 這個讓周萬來是激動的說 主動邀請就是違憲 好 所以憲法法庭 針對國會改革修法 做出判決之後 在野黨以及學者的批評聲不斷 被譽為國會活字典的 立院秘書長周萬來 昨天他就先說了 憲法法庭過大限縮立法權 可謂直指問題核心 那從民進黨立委驚覺 立法院已經無權邀請 總統國情報告 更能夠看出憲法判決的荒謬 好 再來國際間的焦點 歐盟即將要對中國的電動車 加徵關稅中裁前夕 芬蘭的總統史塔布 在28號到31號前往中國訪問 芬蘭之前 在歐盟對中國電動車 徵收臨時關稅的表決當中 是投下了棄權票 那針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案 中國商務部是重申了 反對歐盟與個別中企談判 中國貿促會痛批歐美經貿 涉嫌違背了世貿組織的規則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如果進去到海洋友善 就有出場了 阿滋陀時候 我會看到海洋友善 心理金 便宜